我今天來清新買了這個他們隱藏版的珍珠蜂蜜鮮奶苦惡 等一下呢我們就買回去喝喝看好不好 好回家見 各位這個就是隱藏版新的飲料 叫做珍珠 珍珠什麼啊 很長啊 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喔 什麼檸檬啊蜂蜜檸檬什麼啊 你不是有唸你給我聽 對就是這樣 然後你看漸層 哇 但是要搖一搖 他是要搖一搖 你看搖一搖就這樣 搖一搖然後混搖之後呢再喝 他這一杯呢65塊 剛好一個便當 就跟那個紅柳一樣 我已經想好了如果說你要生產的話對不對 我要去買紅柳的飲料來喝 我以為你要買那個鮮奶茶 人家說生完的時候可以喝鮮奶茶 真的嗎 就是會有奶水 我不知道網路上寫的 那假的有這種道理 然後他們還有指定說一定要拿一斤 一定要拿一斤 對 米克夏是其中一個 米克夏啊 米克夏是母奶 我好久沒有喝過他們的破法 我好久沒有喝過他們的破法 嗯 喔 嗯 喔 嗯 是什麼 你覺得甜度可以嗎 喔 蜘蛛會很甜嗎 因為他的蜘蛛偏硬欸 對不對 可能要泡久一點 那要軟一點 他是我喝過應該算蜘蛛偏硬的 你覺得甜嗎 嗯蜂蜜還蠻重的 他的蜘蛛特別的甜 欸他可以 比如說可以調什麼糖嗎 還是不行 可以我已經點半糖了 因為我覺得肚子一定會很甜 所以我會點半糖 來你再喝他的飲料 不要吃蜘蛛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不會很甜對不對 不會 是蜘蛛 欸真的耶 你再喝個蜘蛛 那你吃蜘蛛 你吃蜘蛛 蜘蛛在甜吧 欸真的耶 真的 是蜘蛛在甜欸 為什麼奇怪 怎麼可能會這麼甜 結果原來是蜘蛛在甜 剛喝就還好 OK 他的飲料喔 我點半糖是剛好 就是微冰 那如果說你點了 他的蜘蛛 他蜘蛛啦 他蜘蛛真的偏甜 對 蜂蜜味也算蠻重的 不過我覺得蠻好喝的 對啊還不錯喝 因為他飲料這樣的話蠻好喝 蜘蛛 蜘蛛的話我覺得多餘的 你說直接單喝就好了 單喝應該就還可以 可是 他加蜘蛛味道會比較豐富一點 對啊 有普爾味 有蜂蜜 有蜂蜜 就算你排的時間點 大概人 大概只有五個好了 嗯 大概也要等個十分鐘 對 喔 而且你知道 他以前啊 會附飲料 然後他上面有寫說 七月一號開始就沒有了 應該是去年的七月一號 應該是太忙了 然後 他也漲價了 漲了五塊錢 你看 你看 哇 這個就是要等很久的便當 買了這杯飲料 配著這個便當 哇 這個吃起來的感覺就是非常的美好 滿足 滿足啊 吃一吃剛好在睡覺 有沒有 撲眠 撲眠 好 那我們就還要好好吃了 這間便當店呢在 我們去買的在哪裡啊 光光城 光光城 這樣一個便當多少錢 七十 七十 應該是吧 因為他剛剛找我六 六十喔 六十塊 那等於七十 對七十 便宜啊 這樣 七十塊 可以啊 大家可以買吃 那這杯飲料 就跟這個便當一樣 對 哈哈哈 可以吃一個便當 可是很特別啊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喝一些特別的飲料 特別的飲料 特別的幸福 特別 你要老啦 因為他蜂蜜好像用到燈珠會比較甜 嗯 我現在以後就還好 老 對 你的蜂蜜要搅筋 搅散 對 就不會了 好 那你好好吃吧 你拿錯了啊 你不是要吃海帶 對 這是我的 你打開的是你的 你先吃啊 我要休息一下 好 你要回你的窩喔 我要回我的窩 哈哈 哈哈 拜拜 拜拜